自评三连机又见金田一 三连机到位 小范干报废 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的金田一讲解时间了 目前呢根据消息 30周年纪念案件过后 天数会重启 37岁事件簿 但反正小范的观感是 37岁如果内容不做结构性的调整 感觉越往后走越没人看 除了金田一的铁粉 不幸的话 我们先来看看上期 牧师子没有讲完的后续 想看牧师子杀人事件的观众一部评论区 小臭口中教他复仇 帮他设计计划的正是高远姚一 其实我们看漫画的人人都知道 高远姚一说 从小臭的眼中看到了复仇的火焰 小臭自己说 他感觉那个人的计划 确实算得上完美犯罪 唯一的问题就是 没想到金田一来村里了 小臭对美雪来到这个村子 遭遇这样子的事情感到了抱歉 不过他也不是以前的他了 这时美雪冲了过去 抱住了小臭告诉他 你就是你 你跟小时候一样 我们永远都是朋友 这话触动了小臭 他紧紧抱住美雪 不停的说 对不起美雪 真的很对不起 众人沉默 这样发生在鬼湖村里的 牧师子杀人事件 静静落下帷幕 而此时 假扮城警察的地狱傀儡师 高远姚一 慢慢远离人群 他卸掉了伪装 感慨 早知道金田一要过来 就把计划的细节更加精雕细琢一些 但是随后他释然了 因为他认为自己总会跟金田一相见 他打算去众神奇聚之国 这里可能是个伏笔 众神奇聚之国 小贩猜测是后面 高远设立的犯罪组织的脑巢 或者是某个犯罪组织的代名词 后面 见识警部和金田一喝茶 告诉他村里那个傻乎乎的戴眼镜的警察 很有可能就是高远姚一 谈话间 大家说起高中毕业想做的事情 美雪明确表示有了想法 并且要朝着想法去努力 甚至更小的左摸二号也说 自己的想法是去电视台工作 发现原来只有自己还得过且过 金田一有点动摇 他问美雪后面工作想干什么 美雪说自己想当国际航班的空乘员 那通过37岁事件部我们可知 美雪最后是成为了乘务长 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见识警部给金田一支招 说你可以当刑警啊 这样一来不就可以接手成堆的案件了 金田一听了却很抵触 他说不要 然后很激动的说 谁要过那种被各种杀人事件填充的人生啊 见识警部却不以为意 他说你反正有事件吸引的体制 案件都围绕着你转 反正跑不脱 不如拿薪水解决案件 一举两得 小贩这里只能说 见识警部是懂东京死神的 大家都说反正你爷爷也是侦探 当刑警也没什么不好 金田一显得很奇怪 就是说不行 然后直接说出了不想解密一辈子 关于不想解密这一点 小贩说一下 贴吧很多朋友看到 会觉得这里处理的非常草率 为了跟37岁事件部强行联系 没有什么缘由的就不想解密了 那树水淋香的坑怎么填 最关键的就是大家不能认可 没有什么理由就直接不想解密了 因为不想解密这点 大家猜测的都是 金田一遭遇了重大的变故意 至于让他相信 只要自己不断找寻真相 就会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 所以他也没根没血在一起 这样才说得通 小贩之前做过分析视频 我确实也是那么想的 但这里我觉得还不能过早下结论 因为最后一句话 金田一说的是 我不想一辈子解密 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 他一个高中生遇见的大案小案不计其数 他肯定是抵触的 加上自己也送了不少亲朋好友去牢里蹲着 说完全没有心理负担是不现实的 而且从金田一的角度上 他遇见案子都是偶然的 是被动的 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被动其实是个锁定计 所以他内心自然是希望不要遇见这么糟糕的事情 加上金田一本人是个随遇而安的性质 得过且过 破案对他来说算是麻烦事 可金田一就是那种嫌麻烦 但不怕麻烦 该站出来给大家真相 还是会给大家真相 37岁真正让读者观感体验不佳的 还是时间长度拉的太长了 本身更新就慢 外加美雪的浮现太深 新一代的读者谁还喜欢这种拖拖拉拉的剧情 没雪没下文老观众也不满 可以说是两头不讨好 二十年的空白太突兀 又不一点点给线索藏得这么陌生 天树你是准备给你儿子看吗 看看天树怎么圆吧 反正天树只要跟一天 再烂我也会同步讲解 毕竟立下了这个誓言 对了因为本期视频做的比较早 所以还有个消息没有给大家说到 或许是天树被观众逼迫 或许今天一37岁销量确实不太行 天树的责片也看不下去了 还是说天树良心发现 反正下次37岁事件部的新案件 已经成为航空乘务长的美雪 终于要登场了 至少说明一件事 之前小范分析的 美雪只是今天一的幻想 已经不公自破 对此我的评价是好耶 那我们37岁事件部再相见 默默的 这是什么呢 不仅不断准的